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情的变化 当发生这些变化时 应该怎么说呢 春天了 树绿了 天气暖和了 刚才天气好吗 天气不好 现在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 天气有什么不一样 天晴了 孩子为什么很高兴 天晴了 他可以去公园玩了 小明刚才高兴吗 很高兴 现在他高兴吗 他不高兴了 他为什么不高兴了 因为考试考得不好 天气暖和了 树绿了 天晴了 他可以出去玩了 小明不高兴了 今天我们学习的语法是 表示变化的句伪勒 它的基本结构是 句子加勒 好 现在请大家一起看动画视频 我们来做练习 秋天了 树叶的颜色 有什么不一样 对 我们可以说 秋天了 树叶红了 秋天了 树叶黄了 开始的时候 大山跑得很快 现在他怎么样 他还能跑吗 对 我们可以说 大山累了 不能跑了 苹果五块一斤 有一个人买 苹果四块一斤 有五个人买 为什么顾客有变化 顾客有什么变化 对 我们可以说 苹果便宜了 顾客多了 马克想修自行车 飞龙问他为什么不骑车 马克应该怎么回答 我的自行车坏了 不能骑了 大山跟飞龙约好去看电影 飞龙为什么给大山打电话 对 女朋友来找他 他不能去看电影了 飞龙应该怎么说 真不好意思 我女朋友来找我 我不能去看电影了 同学们 今天学习的语法 在生活中是怎么用的呢 请看下面的短片 哎 大山 你胖了 我回国后每天又吃又睡 所以胖了 你看 我胖了没有 啊 你没胖 好像瘦了 哎呀 为了准备HSK考试 我每天偶月学习汉语 你还住留学生一号楼吗 我跟女朋友在学校外面 租了一套房子 啊 你有女朋友了 我们在图书馆认识的 有时间到我的亲家玩 好啊 一定去 嗯 好 今天的语法大家都学会了吧 表示变化的句伪勒很常用